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车道奇 我们之前拨过很多款笔 有3D打印笔 战术笔 还有强词笔 最近又有粉丝小伙伴 推荐少奇买一款玻璃笔 很好看 一定要拨一下 好的 答应你 孙氏魔法第一次 还挺大的一个包装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礼盒包装袋 送了一个小本子 这个包装还是很精美的 梦幻星辰 这么多东西 一个玻璃杯 一个笔托 一个笔 这里面竟然有12种不同的颜色 这是笔的主体 打开 这个主体好漂亮 摄像头里能看得清楚吗 里面各种彩色都有 而且旋转了 它都不一样的 笔头是纯透明的 像水晶一样 后面是这种玻璃螺纹的 仔细看里面也有彩色 前面这一块彩色像彩虹一样 这个玻璃杯应该是调颜料用的 12瓶 基本上每个颜色都有 先倒一个蓝色 蓝色像葡萄汁一样 好浓啊 蘸一下看 写一下 竟然真的能写出来字 好神奇啊 因为笔头比较圆锐 写的字很清晰很流畅 黄色 直接蘸吧 看样还不能直接蘸 本来上面有蓝色的 再一下黄色就不那么纯了 用这个笔的话 尽量用同一种颜色来写 如果想换颜色 还是要把它擦干净的 或者用水冲一下就好了 这个是玻璃的 也比较好清洗 红色 我 是 啊 孙 少 其 可以写这么多啊 我就蘸了一下 立马拿出来了 因为它是有这种很多罗纹的 每一个地方都存着墨水 那现在写 还是有 还是很清晰很流畅 有 这个笔的颜值没得说 确实很好看 玻璃的晶莹剔透 别说女孩子了 我都喜欢 但是也有它的不足的地方 虽然说我没有摔它 我感觉一摔它会容易断嘛 所以说用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一点 再一个就是蘸墨水的时候 也要小心一点 要不然会弄到手上 每次写完这还要洗手 其余的倒没有什么缺点 送了很多瓶这种颜料 都可以用 而且的话 可以当做钢笔来用 自己家的墨水 蘸一下这个 肯定也可以写的 专门送了一个打磨纸 下面不光滑了 还能打磨一下 你们用过这种玻璃笔吗 如果用过的评论一 没有用过的评论二 顺便帮我的视频点个赞哦 我们评论区见 拜拜